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就学会了说话 可是我们却要用一生学会闭嘴 你就发现啊 所有做高端生意的人都有特点 我曾经参加那个香港私人银行家俱乐部 我进去以后 我发现他们都有个特点 第一就是年龄都是40岁以上 我还见过65岁66岁的银行家 还在工作 第二个就是身材都很好 不管他多少岁 他的身材都很好 第三个就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的个性都比较不急不躁 就很助于倾听 他会用目光跟你表示沟通 然后会做一些手势 我们大多数人呢 很多人喜欢插画的 而且很多人喜欢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 大家在这方面要特别小心啊 要注意 这是我拜特劳特为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特劳特先生教我的 他说你知道怎么做好一个参谋吗 假设啊 东阳他是主公嘛 我跟东阳主公说 哎 你那个去寒的去世的和去痛的 你不能做一个牌子 你要做三个牌子 可以做出三条赛道 可以打得很好 但是呢 因为资金有限 能力有限 你就先不要三条道前开 你开一条道 根据我的调研 我觉得去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道 先打去世 比如我这么跟东阳说 东阳他会觉得扯淡 你根本不懂我们 一个牌子就够了 我哪有那么多钱打三个牌子 还有东西的功能越多 解决的问题是越多的嘛 所以我应该卖的越好的嘛 理论上是这样的嘛 所以东阳就根本不踩拿你边 你知道特劳特先生怎么说吗 他这时候你就劝他没用了 人类就是这种特性 主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 洋洋得意的时候 青春自满的时候 不要去劝他 你只要说什么 嗯 可以试一下 让他狠狠地摔一跤 然后你就说 我来 现在还不要急 我还可以扶大厦之将军 我可以把这个故事 重新找一遍 找得很好 这时候主公就会说 靠你了兄弟啊 听懂了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的角色是什么 我就是一个参谋嘛 我劝你怎么做嘛 但是钱是你的 产品是你的 不是我的 我劝你 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所以我有时候 在把握这个度 就是我该怎么说 我要是说的太多了吧 对面的那个人会觉得 咱俩不合 我要是不说吧 妈的我就看着你往下宰 我跟你讲 不敢说我百分百分 八九不离十吧 我说你做不成的 很少有做成 迄今我没有看到过 一个例外 没有 可是我要是这么早 就告诉你吧 你会觉得 你讲话不好听 我不喜欢跟你合作 可是你离得越远吧 你死得越快 所以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是半退半就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也真的是看人说话 就是你的包容性越大 我说的话就会越多 如果你的排斥性越大 我就点到为止 就不能再说了 因为再说的话 就变成对立了 知道吧 对立的话呢 只会把你推向 更深的深渊 因为你想我就要把它做出来 那就完了 所以这时候我的答案就是 试一试吧 以后记住 但凡我讲试一试吧 就表示 我不看好 但是我又不能够强行 把你摁住 因为你不摔一跤啊 你是人生无感 所以如果你足够开放 我就会告诉你说 我不建议你这么说 如果我真的是觉得 你做得出来的话 我会用很肯定的语气 告诉你的 这条路走得通 人是不会居安思危的 人都是居威 然后是如何安嘛 你见过几个居安思危的 我得的 就是每个人看自己 就是非常容易看走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很喜欢新天体学 就是每个人都有牛逼的时候 自我感觉青春良好的时候 这时候我去看浩瀚的宇宙 当我就看浩瀚的宇宙 我就觉得人真的很渺小 所以我想把这些真实的想法 分享给你 我作为一个参谋 我如果之间跟你没有利益关系 那我说话是很客气的 但是如果我们之间有关系 你聘请我做了你的顾问了 做了你的老师了 那我说话就会不客气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了我 所以我一定要让你明白 我是值得托付的 我一定会讲一些 可能会令到你不爽的话 但是没办法 职责所在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关系 我就觉得试试吧 挺好的 人总是要有点梦想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这种话我告诉你 就是大概率是不行的 这么容易成功 怎么可能 我就没见过一个 一路开挂 做的特别牛逼 你今天牛逼的 明天也不知道牛不牛逼 因为我们这20年 哎呀 太多的坑了 一个企业要成功 要面面俱到 一个企业要失败 一面不到你就够惨了 一件事情做不好 坠入深渊 你信不信 我都做不到 面面俱到 我只能说 尽我能力主攻 护你出行 但是我都不敢说 我百分之百能护你 达到你想要的那个高度 我不敢说 可是我会尽力 你不知道怎么赚钱的 你一定不知道怎么亏钱 你不知道怎么亏钱的 你一定不知道怎么赚钱 你想通了这个逻辑吧 所以你就问你自己 你赚到了 你想要赚的吗 如果你没有赚到 记住这句话 一定有哪里出问题 我说你怎么会赚不到钱呢 因为大家 我们全国各地聚到这里 我就把这些肺腑之言 告诉你们 就是一定一定要站在 一个第三方的角度 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 做企业要成功 是太难了 真的不是 随随便没有人成功的